那好,我们继续学习净土圣贤路 宋庙云自祠室 俗姓杨浙江明州人授业学习于清修寺的九法师 通达天台中的教官 南宋高中韶兴十九年继承住持清修寺 接着经历了慈禧的南虎寺 最后退居在浙江凤化县西口的吴世安 有一天,庙云前往告别吴居室 回来之后集沐浴夫座告诉侍者说 我有一遍明香珍藏了有三十年之久 准备灵命忠实逢香供佛用来报答佛恩 现今正是时候 我将要走啦 等到香木的云烟正赤圣的时候 即起身禀白佛陀 成述他的祈愿 希望能够归于净土 然后合掌 就作而作画往生 这个庙云法师呢 也是从小修行 也是依善知识 修行佛法 那么他修习的是天台中的教官 这个呢 他自己自修的这些事迹啊 说的不多 一笔带过了 那么后来呢 他就是继承了他的师父 做寺院的住持 等到后来老了 就退居 在一个无事安里边啊 修行 他自修和弘法这些过程 说的不太多 不太多 后面呢 就是讲他往生的时候了 那么就是往生呢 他自己知道了 与之实至了 所以呢 去看望 他的好友 向吴居士告别 回来呢 沐浴更西 告诉他的侍者 他又尝了 一片名香 名贵的香 就是想等到 他呀 往生的时候 用来 神像供佛 报答佛恩 那么他的侍者 把香点燃了 他呢 也就 和佛走了 往生 洗发了 这么 妙音法师 他 临终往生 也是基本啊 有这几个 瑞相 这几个标准 那么 他的 最重要的标准 就是 欲知实至 都做到了 这是最重要的一条 欲知实至 是最为重要的 后边的呢 有瑞相 身心柔软 等等 都是呀 建立在 欲知实至 这个标准上面的 那么 就像 妙音法师 他这些 身心柔软呀 瑞相呀 这里边说的都不多 但是呢 欲知实至 这一条是 清清楚楚的 说明白了 也就是说呀 我们修 敬业 至为重要的一点 是什么呢 经过我们一辈子的 做功课 一辈子的学习 一辈子的行善实践 就是要让我们的身心啊 慢慢的准备好 临终前呢 我们自己啊 得懂得 得知道 我们要去哪里 我们对生死啊 要有把握 这是学佛呀 我们要 最终学到的 那个标准 一个能力 最为重要的 如果说 我们学佛 最终呢 我们自己把握不了 不知道自己到哪里 这个就不对 不对 要不我们就方法可能 是错误的 要不呢 方法正确 我们理解错了 或者呢 方法也对 但是我们啊 就没下功夫修 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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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原因造成 我们学佛 我们现在学净土法门 其实啊 佛法的任何法门 我们修行 它通通都是为了呀 让我们把握 让我们把握 生死的 让我们自己掌握 我们自己的命运 不被业力牵引 如果我们被业力牵引了 那么我们到哪里呢 我们就自己做不了主了 一来了 我们很可能啊 跑到牛的肚子里边 马的肚子里边去了 你想想 既然牛肚子 马肚子 再生下来 就成了牛马了 那我们 怎么搞得懂佛法呢 怎么能够自己做主呢 恐怕我们做不了主了 会去牛呢 还是给人 跟田 马呢 给人拉车 让人骑 现在呢 牛变成啥了呢 都变成肥牛了 变成肥牛火锅的一部分 变成人的食物了 我们哪里能够做得了主了 所以学佛呀 无论哪种方法 通通啊 都是要 让我们通过修行 我们呢 不再被业力牵引了 我们自己能做主 自己把握 我们去哪里 那么其他的方法呢 到了我们现在的末法时期啊 已经啊 已经啊 是难上 加难了 非常的难 我们自己把握不了了 唯有净土 门槛低 容易去 所以我们现在呢 要努力的 念佛 努力的修行 虽然说 净土呢 容易去 门槛低 但是 说实在话 我们现在去的人也并不多呀 和修行的人相比 我们真正往生成功的人呀 恐怕也不多呀 为什么呢 关键就在我们自己了 我们懂了这个法门 我们自己不珍惜 我们自己不努力 我们自己啊 没有按照佛这些要求 一点一点去改变 我们是无法往上的 虽然说 进佛法门容易了 但是我们自己不要把它看容易 我们自己啊 要把佛法 珍惜它 看重它 要重视它 要把我们啊 全部的生命 都去修行去 都去用佛法 在我们日常的生活中间 工作中间啊 在我们的身口意 种种的行为里边呢 去改变它去 只有我们真正改变了 只有我们按照佛教会的那样 情修皆定会 熄灭贪嗔痴吃 我们慢慢准备好了 我们才能够啊 临终之后 清清楚楚的看到阿弥陀佛 我们自己才能够啊 我们自己才能够啊 像我们进入圣贤路 这些祖师们那样 真正能够做到 欲知实质 这是至为重要的一条 我们能够做到了欲知实质 也就是说 我们做好了准备 准备 从我们这个地球 从我们这个说过世界的出发 由佛带领我们啊 到西方极乐世界去 我们也就把握了身世 对身世我们有办法了 因为什么呢 因为阿弥陀佛呀 会管我们了 即使我们现在还没有修到圣位 没有真正解脱 也不要讲了 阿弥陀佛会带领我们到西方极乐世界呢 继续修行 一直呢 到成佛 你看 净通法门 好 这是 最适合我们现在人修的方法 所以我们现在啊 一定要按净通法门修持 一定要修持 如果我们努力修持了 这一辈子啊 努力的去改造自己了 我们临终前呀 就像这些法师们 这些主师们一样 不难 真的不难 就像走亲戚一样 自然啊 我们这一辈子修行 准备 那个油差 把船票就送来了 敲敲门 告诉我们准备走吧 船票来了 几点几点的航班 到那个时候呢 我们自然呀就知道了 真的不难 真的不难 做好准备 我们安安静静的就走了 宋西言 西言自圣徒 明周凤华人 幼年考试经典而得度出家 追随清修寺的九法师 受教学习天台的观法 西言的文章 词句高雅优美 后境的学者都非常爱慕静扬 晚年自己觉察 仍有余留的习气 尚未净复 因此居住在桃园的 历史安专制念佛十多年 西言曾经告诉别人说 净土之道 岂有一法可得 但于修行当中 不见一法 则上品的长济光净土 自然无可证而证得 自己命名居住的小屋子 为一佛 有一天步行在菜园里 见到许多空虫正在吃菜叶 因为害怕会伤害众生的性命 所以不再吃蔬菜 只买海苔 以供给早晚所需的食用 灵灵忠时 欲先告别 身俗二重 沐浴更衣 面向西方做观想 归一会儿忽然说 佛来了 然后合掌而往生 这位西言法师呢 也同样如此 也是幼年时候 通过考试佛教的经典 而出家的 也是追随善知识 休息啊 天台的观法 这个天台的观法呀 它最核心的呢 就是一心三观 就是我们看到任何一件事 懂任何一个念 任何一个行为 这一件事 它就具足啊 三观 那三观呢 就是空观 第二个是假观 第三个呢 是中观 那么这个一心三观呢 是我们修行人啊 修道人 观察事物 应该啊 具备的这种能力 我们在义公讲座的第二讲 里边把这个一心三观 给大家再介绍介绍 那么这位西言法师呢 修得好好 他的特点呢 就是文章十句 高雅又美 后进的学者 都非常的爱慕景仰 修得好 但是他自己呢 不满足 不满足 他自己都觉察呀 仍然有余留的习气 尚未进出 所以呢 他自己 居住在历史安里边 专治念佛 十多年 你看他修的这些东西呢 真正是佛法呀 发现 能够发现自己的不足 以改进 这就是仓恨法 发现了自己的不足 找到念佛法门呢 用功 十年如一日 这就是真修行 你想想 他十年 他十年念佛 干什么呢 不是光念佛呀 跟我们现在一样 同样是 以念佛为他的功课 平时呢 是改造自己呀 因为他发现 因为他发现自己有习气 还有自己的毛病 那么他以功课为主 平时呢 他一定 也是在天天 继续的反省 继续的 改造自己 依然是做 清修 戒定 慧 熄灭 谈人 痴啊 这么一个工作 一定是这样 我们念佛 不是给别人念的 不是给佛听的 我们念佛的目的 是改造我们自己 大家一定明白这个道理 不是跟别人没啥关系 没啥关系 我们同修现在 做功课 每天呢 登记功课 这个登记功课 我们不是给别人登记的 也不是为了好看 让别人来表扬我们的 不是 登记功课 仅仅就是为了呀 让自己 能够通过登记功课 而坚持功课 给自己啊 一个鼓励 给自己一个修行的习惯 让我们自己呢 知道我们每天啊 做了多少功课 是一个功课的登记而已 是一个对自己 对别人的一种修行的鼓励而已 登记了功课 说实在话 我们也换不来钱 没错 给大家发钱去 也没别的好处 好处在哪里呢 好处就在你自己 你自己从心地上呀 自己去找好处去吧 心地清净光明了 好处自然来了 自然来了 这个 我记得以前 这个香港有个门人 给这个人头马 养酒做了个广告 叫人头马一开 好事自然来 我想 这个不见得对 我们现在呢 给它改成 每天坚持功课 好事自然来 我想 这个可能是最正确的 一定要明白 我们修行呀 念佛呀 拜畅呀 诵经呀 行善呀 所有做的一切 通通呢 都是为了啊 消灭我们的习气的 消灭我们的业障的 转变我们的身心的 通通都是为了这个服务的 如果我们做了这么多的功课 没有在这方面下功夫 自己的身心没变 这个功课恐怕就白转了 白转了 一定要明白 要指向呀 我们自己的变化 一定是这样 那么西安 曾经告诉别人 净土之道 岂有一法可得 但于修行当中 不见一法 这上品的长级功能净土 自然无可正而正得呀 我们同修呀 把这句话记住 因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现在修法呀 很多同修开始修还是为了我们呀 身心要健康 我们家庭要和睦 我们事业要顺利 我们很多同修是因为呀 得了病 可能想来呀 通过学佛改善的 有的人呢 是种种的原因 来学佛的 我们很多同修是想要一个树宝宝 来学佛的 等等等等的 理由原因来学佛 这个都可以 都可以 一开始呢 都是有求而来 这是容许的 但是我们呀 慢慢的修 慢慢的学 慢慢呀 为别人服务 逐渐的提高 慢慢呀 你要求的那些好处呀 慢慢就实现了 不难 不难 但是你再往后修 修到一定程度 你慢慢就搞懂了 学佛呀 不是呀 得个什么 不是修了半天 我要得个什么 是一法都不可得呀 没有一法可得 修到这个程度 你就修出意思了 有了功夫了 对佛法就理解了 修行呀 就进入了真正呀 实修的阶段 进入佛门了 搞懂了 到了这个程度呢 我们对佛法就真正透彻的理解了 理解了 对万事万法 我们就搞明白了 明白了 就从我们世间所有的这些虚幻中间呀 你就醒来了 任何虚幻再也不能让我们呀 迷惑了 颠倒了 我们真正就错误了 那么真的明白这个道理了 那真是明白了空法 明白了本性 这就是最高的修行境界了 这种境界 那你放心好了 你到哪里呢 那到了西方 就是上平往生 上平往生 因为这是本性的东西 就可以上平往生 很容易啊 接近了实相 或者已经啊 摸到了实相了 到了西方极乐世界呢 我们很快把我们啊 那些余业 消除干净 很快 花开 见佛 所以阿弥陀佛呀 去继续修行去了 所以修净土之道 并不是说 还像我们现在天天说 有个世界 我们一定要去 这是初步的 慢慢继续修 修得高级了 你就知道 这个世界 的确在那里 但是 这个世界呢 连这个世界 它其实都是 也是虚幻的 通过这个虚幻 看到了 慢慢看到了 真实了 我们修行啊 就真正的有功夫 那么我们临终后 是不是 还要往上西方呢 那当然 我们还要往上西方 把西方极乐世界 作为我们修行的学校 作为我们今后生命的立足点 在西方极乐世界 换个地儿 从我们这个娑婆世界 换个地儿 换到西方极乐世界去 继续啊 修这个空击法 我们坐在西方极乐世界 西方极乐世界 周围一看 都是极乐世界 种种的花 鸟 水 等等 一切都很好 美极了 但是我们坐在 极乐世界呢 依然把它看穿了 知道这个极乐世界呢 它也是虚幻的 所有的一切 再极乐 再漂亮 它也是喜欢 透过这个 再看到我们本性的东西 慢慢啊 我们真正就提高了 进步了 继续随阿弥陀佛 去修去吧 这么修 西安法是说了 上品的长期光进土 哪有啥难的 那叫自然 无可正而正得了 很容易的事 上品往生 太容易了 关键是什么呢 关键看看我们现在 是不是呢 还是很执着 我们是不是经常呢 还是在判断 你呀 我呀 好呀 坏呀 如果还是这些 那对不起 那对不起 我们 还是在什么呢 在诸法之中啊 可得 或者呢 在诸法之中呢 又失去了 我们老是在这个得失之间啊 翻过来 掉过去的 在痛苦 在烦恼 这都不对 如果我们还有得失之心 还有好坏的分别 我们能不能往生进土呢 也能往生 没问题 我们恶少了 山多了 也能往生 但是去了西方极乐世界呢 我们就是中平往生 啊 中平往生 啊 就是说 我们具足了 五届是善了 加上念佛 到了西方 就是中平往生 因为什么呢 因为啊 我们 我们 还在二元里边分别 我们没有看到我们的实相 所以呢 我们不高级 啊 不高级 还是很低级的状态 只有 自己 从这些啊 啊 诸法 啊 从物质 种种的名相上 摆脱出来了 看清楚啊 这些东西 无非就是一样 像一片云一样 飘过来 当过去 无非像一片云一样 啊 不知从哪生出来了 不知从哪 灭掉了 看清楚这个实相以后 才知道 原来啊 啊 真是 不生 不灭 不够 不净 啊 真是这样 啊 就真的知道 净土这道 岂有义法可得呀 啊 但因为修行当中 不见义法 这上品的长级光 净土自然不可 无可证而证得 啊 我们同学记住这句话 当你修行 修到有一天 你明白了这句话 你在修行当中啊 慢慢的 你明白了 不见一法可得 不见一法可生 不见一法可灭 也就是说 这个时候 你就基本上达到了上品往生的标准了 啊 这是西安法师告诉我们的啊 是不是这样呢 的确如此 啊 这个和 净土三经里边讲的道理是一模一样的 啊 这是西安法师人家自己啊 这么老实的修行 一辈子啊 修到了 告诉我们的 啊 那么我们同修修行能不能达到呢 可以 一定可以 没问题的啊 一定可以 因为什么呢 说实在话 我们同修修的呀 很精进呀 非常的精进呀 而且呢 是普遍的很精进呀 都能够啊 每天坚持功课 每天啊 用所有的 时间啊 用所有的精力 都放在呀 都放在呀 修行呀 啊 学习呀 改过呀 时间 这些方面了 天天在寻陶呀 可以说我们同修下的功夫 是不小的 不小的 我想 我们只要这么坚持 啊 因为你看 西线法师说了 啊 西线法师说了 他 到晚年 发现自己有习气之后 人家就老老实实念佛 念了十多年 不必 啊 当然我们 现在的毛病习气啊 比人家 古人要多多了 我们 用功 也得啊 多一些 也要更精进一些 啊 但是只要 我们修 有一天啊 我们啊 会把 我们心 之外啊 形成的 种种的污垢 慢慢慢慢 都给他呀 磨掉 洗掉 洗干净 把我们的身性 都洗的呀 干干净净的 慢慢啊 发光 透明 变空 自自然然 到了那个程度啊 西线法师 他证悟的这些道理 我们呀 到时候也就明白了 很容易 不难 但是呢 你功夫不到 你就不懂 功夫到了呢 你慢慢啊 就知道 这原来就是自己的 本来 就应该这样 因为后边呢 把西安法师啊 他一个 他的 具体 行持的 两个方面 说出来了 一个呢 他把自己 住的小屋子 命名为 一佛 这说明什么呢 说明他呀 身心 时刻 和佛在一起 时刻 不离佛 他一定是这样 这是他呀 修行的理念 修行的功夫 从这儿呀 都说出来了 从这里边 我们就知道 他把他的经历 都放在这里 那佛经说了 一佛念佛 现前刚来 必定见佛呀 这是因果 谁也 拨不到的 所以他 必定要往生 因为功夫在平时呀 还有一个呢 他是看到菜园里边 有很多 空虫在吃菜 虫吃了以后 他再没吃菜了 他认为什么呢 这个菜 是空虫的食物 他要吃了 那空虫吃啥呀 从此他只吃海苔了 因为他是 这个浙江凤华那边的人 领海 有海苔 他吃海苔 他不吃菜 这说明什么呢 这说明他的心 那真是慈悲 这边 既有五界是善 也有发菩提心呀 有行菩萨道啊 从这一件事 我们都看出来了 你看看 这就是人家具体 学佛以后的 行持 在这儿呀 不是说光念佛 而是真正的 在念佛中间 落实 佛的教会 真正去做到 而不是 犯了 而改 改了又犯 弄了半天呢 老是犯错 不是这样 真正是言行一致 那么文明忠实 人家也是这样 也是 欲知实至 欲先就高速 生疏而重 自己 入欲更衣 然后面向西方呢 观想佛 观想西方 九条世界 过一会儿 他说佛来了 就跟着佛走了 何者往上 多么的潇洒